第二个月雨,陆七虽过,魏英晃了晃空了小半的药瓶,又想起件重要的事。 换来温宁,魏英交代道,回头你同前长室说一句,让他拿了药瓶,去太医院照这方子再配些药来。 温宁点点头,想了一会儿,问道,可是主子,这药,这药您不是还有许多吗? 魏英手头的这些,少说也能顶上两三年。 魏英将药瓶递给他,阿宁,有备无患。 再说了,这药的配料名贵,算起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 他既在这宫里,自然要姑苏来负担。 先吃自己带来的,姑苏配的,便慢慢攒到以后用。 温宁明白过来,妥贴收好药瓶。 魏英伸了个懒腰,阿宁,去把我的筛中拿来。 宫中长日里无聊,魏英琢磨了不少打发沉光的玩意儿。 自然,能放心一同玩的,只有温宁。 示意,温宁在自己对面坐下,魏英熟练地摇了两把筛中,不还好一道,阿宁,压大压小。 温宁低头盘算了一会儿,我,我压大。 他们二人间玩这些,并不算银钱,横竖不过是将钱从左口袋放进右口袋罢了。 魏英出了个主意,赢的人,可以网输的人脑袋上贴一张王八。 温宁呆呆的,大部分时候只有他贴温宁的份,断没有温宁贴他的道理。 今日温宁的运气似是格外差劲,不过小半个时辰,已经贴了满脑袋的王八。 魏英看得乐,温宁晃了晃脑袋,主子,我,我贴不下了。 左右魏英也玩够了,笑道,那今日就到这里,明日再来。 收拾筛中的空档,温宁犹豫再三,还是忍不住道,主子,我们,我们为什么不出去走走? 成日待在以锦宫里,主子竟也不觉得闷。 魏英低头把玩着手中的头子,阿宁,我们是从魏国来的,出去多了,是非也就多了。 温宁似乎不大明白,魏英又道,你想啊,我们出来姑苏,若这宫中走漏了什么消息,或是出了什么事,宫里最先怀疑的,会是谁? 他摘下温宁脑门上的一张王八,再等等吧。 温宁点头,旁的他不懂,无论如何,主子的安危,才是最要紧的。 当暗卫将以锦宫中之势,简要紧的回禀,给蓝战时,蓝战倒是一时沉默。 诚然,魏英出自姑苏,他自然一直有提防之心。 前些日子姑苏在魏公的暗探先后传回消息,将魏英在魏国的绅士探查得清楚。 魏英生母位分不高,在魏国向来不受重视,只有到了十七岁,才被皇后接入中宫抚养。 尚未满两年,又被送入姑苏和亲。 而和亲一世,魏国朝中定得仓促,想来也来不及提前准备。 加上魏帝身边侍从的见闻,皆表明魏英并非魏国有意送来的细作。 打消一律之后,蓝战又听得暗卫此言。 这位七皇子,魏必嫌疑,竟如此小心。 想来,他从前在魏公,过得亦是不易。 魏英既无一心,名义上也算是他的人。 他该对人好些,不必让这七皇子,事事如履薄冰。 蓝战收好秘辙,传来总管,吩咐了几句。 这一日午后,陛下身边的总管亲自到了仪景宫。 总管先给魏英请安,殿下安好。 事宜身后的几名宫人捧着托盘上前,总管笑道, 这是陛下赐给殿下的。 两盒金瓜子,十壶珍珠,两柄白玉如意,两柄金香玉如意, 还有十余件翠玉的摆设。 魏英的眼睛亮了亮,这里头的东西,折成现迎可方便不少。 谢兰,总管又道,陛下还有句话,让老奴带给殿下。 魏英将目光从赏赐上挪开,一副聆听陛下教诲的模样。 总管笑盈盈道,陛下说了,殿下若得空, 不妨多在宫里走走,不必成日里闷在殿中。 主子,主子,快好了吗? 温宁眼巴巴地盯着魏英手里的纸鸢,声音里透着几分兴奋。 外头阳光好,满风徐徐,正是放纸鸢的好时候。 魏英低头,细心地缠好最后一处丝线,笑道,做了三日,快了。 自从半月前,皇帝传了口谕让他多出去走动后,魏英自然照办。 在以井宫中闷了许久,不必说温宁,他也觉得无趣。 游前掌室陪着在宫中转了半月后,在凭着来时的印象, 后宫里的陆魏英已熟悉了大半,胆子也渐渐大了起来。 原本出行,二三十名宫人浩浩荡荡跟着,很有气势。 魏英却决居数,未必嫌疑,又不好不带姑苏宫里的人。 他只好嘱咐了前掌室,每回少带些人随他出去便室。 换了身轻便衣裳,魏英手里拿了风筝线轮,温宁替他拿着那只新做好的纸鸢。 纸鸢的模样是魏英亲手画的,比坊间寻常做得精致许多。 正要出门的当口,前掌室阴切道,殿下若是想放纸鸢,奴瞧着,御花园后头那一处草地最好。 那里魏英去过一回,碧草如荫,周遭种着些梧桐树,又清静少人。 前掌室在这宫中待了许久,半是一向周遭妥铁,魏英很是满意,文言便道,那便去此处罢。 前掌室点头应试,点了几个灵力的工人跟着。 看看外头天色,陛下应试仍在内阁意识。 回宫路上,必定是要经过那处的。 就算今日遇不上,只要自家殿下多去,总有遇上的一天。 说起来,陛下一直不来以警宫,殿下也从不主动。 他们这些做奴才的,总得帮主子分忧不适。 玉花园中春光明媚,暖风拂过,夹杂着淡淡的花香,沁人心脾。 魏英直了风筝线轮,由温宁带着纸鸳,向前急奔。 借着风力,纸鸳很快腾风而起。 魏英操纵着线轮,纸鸳高高飞在天上,太阳光一照,分外好看。 魏英移动脚步,随着收线放线,纸鸳也在空中上下翻飞。 温宁看得目不转睛,连带着一众宫人,都将目光汇聚在那纸鸳上。 阳光照在身上,暖融融的。 见温宁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,魏英收了几圈线,将线轮交给了温宁。 温宁小心接过,魏英伸了个懒腰, 阿宁,喜欢什么样的,敢命你家殿下我再做一个。 温宁答得老实,殿下做什么样的都好看。 显然温宁放纸鸳还不大熟练,这纸鸳交到他手中没多久,又赶上了一阵风。 温宁慌忙收线,稍不留神,纸鸳挂在了不远处的梧桐树上。 前掌室正要张罗着人去取纸鸳,魏英摆摆手,我自己来。 随手脱了自己的外袍丢给温宁,还没等人劝,魏英以麻利地挽了袖子, 稍一借礼,便爬上了这棵大树。 前掌室领着一众护卫围围在下头,看得胆战心惊。 温宁瞧着倒是镇定,旁得不知,自家主子爬树的本事,他最清楚。 温宁斜斜挂在树叉上,魏英慢慢靠过去。 枝叶随着他的动作晃动,掀起一阵绿色的波浪。 魏英不敢急切,秉析放缓了动作。 过了许久,好不容易伸手勾到了纸鸳,魏英得意一笑,摘了纸鸳,正欲返回去。 冷不防听见下面一众工人行李的声音,陛下。 魏英一急,手上力道不自觉大了些,便听得刺来一声。 魏英暂时顾不得,一手拿了纸鸳,一手剥开树叶,小心翼翼往下打量的同时,正正对上白衣君王望来的眼眸。 魏英咽了口口水,心虚地把树叶剥了回去,老老实实地爬下了树。 蓝湛覆手而立,这般会折腾的昆泽,他还是第一次见。 放纸鸳倒是寻常,怎地竟还自己上了树。 魏英身上沾了些树叶尘土,自觉站得离蓝湛远些,低头浅浅一礼,避,避下。 看他这回乖巧的模样,蓝湛一时忘了自己要说些什么。 他走进几步,魏英小心抬眸,看他,又很快低头,同方才嚣张上述的样子相比,简直判若两人。 蓝湛倒没有苛责他,只淡淡倒,既是要取风筝,让护卫上去,便是,何必自己动手。 魏英低头硬道,是,他手里的那只风筝,许是刚才拿得及,滑坏了一处,怕是飞不了了。 魏英心下叹口气,他做了好几日的风筝,竟就这么毁了,才爬这么一回数,还被皇帝歹个正着。 他此刻的模样,落在蓝湛眼中,显得有几分委屈。 蓝湛倒,罢了,以后小心些。 顿了顿他又倒,也不许再爬树。 魏英心下一松,皇帝这是不准备罚他了。 见魏英手中一直拿着那只坏了的风筝,蓝湛响了响,对身旁的总管道, 镇挤的,为方金碎的供府,有几支彩绘的纸鸤,让人寻出来,送去以锦宫。 总管宫生应事,魏英文言眼睛一亮,皇帝这是,要把供来的纸鸤送给他吗? 看他高兴的模样,蓝湛眸中不自觉带了两分笑意。 他伸手取下魏英粘在头上的一片叶子,时候不早了,早些回去吧。 为方供来的几支纸鸤,很快便送到了魏英手中。 须知,为方的纸鸤天下闻名。 这几支又是给宫中的贡品,选材十分讲究,绘画用色费了不少心思,扎胡精巧,形象也生动。 听说这纸鸤飞起来时,非寻常纸鸤可相较。 其中一支小型的串饰纸鸤,工艺最是繁琐。 魏英的目光落在末端那支蜻蜓样式的纸鸤上,轻轻取过。 他幼年之时,母妃也曾在阳春三月里,陪他放过风筝。 那时他见陈贵妃的五皇子在御花园中放纸鸤,很是现眼。 五皇子手中的纸鸤是内庭特意孝敬的,宫中寻常都见不着。 他和母妃素不受重视,在这宫中又无依无靠,连平日礼分内的供奉都常遭人恪口,更不用提想要这些外奸的贡品。 母妃知道她喜欢纸鸤,特意取了材质,亲手为她做了一支纸鸤。 她依偎在母妃身旁,看着烛火下,母妃的双手灵巧翻动。 那时候她想,只要母妃在自己身边,她就什么也不怕。 魏英的手轻轻拂过纸鸤,一起往事,平添了一抹畅网。 吩咐工人收好这几支纸鸤,魏英直到自己乏了,便回寝殿休息。 工人远远守在殿外,不敢搅扰。 寝殿内不起眼的一角,魏英打开暗阁,里头恭恭敬敬摆着母妃的牌位。